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5月6号的公式早安新闻 我是朱凤志 首先带您来看到桃园这半个月以来 已经发生了大约20次的停电事故 昨天晚间又有三区包括是巴德、大西还有平镇无预警停电 大约是在一小时后恢复宫殿 当地员就质疑 近期停电高度集中在桃园和林口 是不是有什么引擎 而台电则是澄清 配电事故和电源不足是两回事 希望政治阴谋论适可而止 街上一片昏暗只剩下绿灯和红绿灯的零星光线 桃园5号晚间又有三区停电 包括巴德、大西、平镇共3205户 虽然台电说明是因为电翼动作溃线跳脱 但是无预警停电还是让民众好无奈 停的当时怎么办 冷气什么都没了是不是 对啊 会热 对啊 不然的 所以就躲7000 当时客人很多吗 还蛮 那停电怎么办 照吃 也没有 就帮他们打包 台电紧急抢修 在大约一小时后晚间9点50分恢复宫殿 但是桃园市议员林涛质疑 近期停电高度集中桃园林口是不是有什么引擎 像同一天早上6点多 桃园市龟山新北林口一带 也有6000多户停电 有居民就表示 早上6点多短暂停电复电后 又停电到7点多 半个多月来桃园停电大约20次 林涛批评台电给出溃线跳脱 竖竹触碰 小环路线路故障等理由 但是难道其他县市就不会有这些问题 台电5号晚间则紧急澄清 配电事故和电源不足是两回事 全台每天超过2400人24小时轮值 随时待命抢修 希望政治阴谋论适可而止 台电表示电力设备阴天后 设备维护老旧因素等 难免会发生故障停电 而桃园地区配电线路 高达1.2万公里 溃线多达了1109条 将会加速桃园地区 溃线自动化建置 并全面盘点配电设备线路配置 跟人力支援机制 希望把停电影响降到最低 但是民众只希望 别再突然无预警停电 记者欧云荣朋友组 朱峰之中健康 综合报道 来关心天气 本周会有两波封面 温度变化不小 首波会在今天通过北部海面 第二波会在周三周四影响到台湾 到时候苗栗以北转凉 低温会有机会降到一字头 虽然今天有封面通过 北部东半部会有短暂震雨 但是雨来得快 下得也快 中南部多云道晴 高雄屏东炎热 气象局还发布了黄色灯号 整体来说 本周的天气各地温度暖闷 今明两天受到了封面影响 偶尔会有震雨 不过雨都是来去匆匆 等到另外一波东北季风增长 礼拜三之后苗栗以北还有宜兰会转凉 早晚会更有感 礼拜五过后就会又恢复闷热的天气形态 来看到澎湖昨天是一大雨 早就受到了雷雨轰炸 影响澎湖机场七个航班 1510名的旅客 尤其在马公市的崇光里 一处透天社区 因为大雨来得又快又急 导致地下室淹水 十多辆汽机车全部都成了泡水车 抽水马达轰隆隆运作 不断将地下室的水抽出 即使已经放晴 住户十几台汽机车全成了泡水车 还有对方在地下室的物品 也全被泡烂 居民说住了十几年没发生过 马公市从光里这一处透天社区 上午八点多 有住户向里长求援 地下室因大雨关系开始淹水 一度水淹急腰 怀疑是社区旁的污水工程酿货 水处理工程的水道问题 它那个水也很多 因为排泄不急 然后把排出来的水一起流到那个地下室 五号上午八点 据气象署资料统计 马公市雨量61.5毫米 累积雨量98毫米 达好大于标准 市区不少路段出现积淹水情况 澎湖机场也因为雷雨关系 航班延误或返航 短短一小时的雷雨影响七驾驶航班 共1510名旅客 其中往返台南的航班取消 改以加班机输运 另外澎湖水主管也受到雷电击中 内部电器设备受损 周日紧急停业一天 启用发电机供应水养 管内的生物没受到波及 损失人带估计 接下来 旅船徐郑 澎湖报道 来看今天的早餐速报 首先是自由时报 去年全台20座主要水库当中 有9座水库水值达到优氧化 占了4成5 数量是历年来最多 而台南的近面水库 还有屏东的牡丹水库 则为这一次新增的优氧水库 另外翡翠水库的水值最佳 石门水库则由优氧改善至浦氧 联合报来看到 台大工卫学院最新的研究发现 居住地区空污细旋浮威力 PN2.5平均浓度 如果30年来 每立方公尺增加10维克 将提升罹患肺腺癌的风险 几率甚至高于 每天吸烟抽过一包的人 证实空污环境 确实和肺腺癌息息相关 中国时报来关心的是 由股神称号的著名投资家 巴菲特 伺候在旗下 波克夏海瑟威公司 年度股东大会上 谈及人工智慧时表示 自己对AI技术感到紧张 并且警购AI诈骗 恐怕会成为史上最大的成长行业 继续来关心 准总统赖清德将会在520上任 民进党公布了新内阁政务次长 严选 准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 新内阁成员是跨党派 跨领域 具备有高度专专业的人才 行政院副发言人 由民进党前发言人谢子涵出任 内政部政次由民传大学副教授 马世元 以及中兴大学副教授董建宏出任 教育部政次则由前立委张廖万坚 以及台大教授叶炳成出任 交通部政次陈彦博留任 搭配前铁道局长武胜元 农业部次长由前农粮署长胡中一 以及高雄区域会总干事黄昭青出任 卫福部政次则是前立委林静怡 以及吕建德出任 至于国科会副主委则是陈炳宇 林法正 工程会副主委由陈维祥李怡德担任 国法会副主委由彭丽佩出任 金管会副主委由陈彦良出任 至于财政部、经济部、文化部、劳动部 两位政务次长都留任 数位部也有一名次长留任 记者综合报道 台铁公司划后票价是否调涨 备受关注 日前台铁试算出合理报酬率 3%到5%的涨票价三个方案 如果试算调整后票价 台北到板桥的区间车票价 将会从15元变成20元 而长城票价台北到高雄自强后涨最多 将从843元调涨到大约1145元 推着大包小包的行李 台北火车站的售票大厅 一早就有不少民众前来购票 准备出游 只是动涨20多年的票价 随着台铁公司划后 现在恐怕票价也要跟着调涨 日前台铁公司依据立院核准铁路运驾率 公司合理报酬率3%到5% 试算出三个方案 调整后基本费率分别为 每人每公里1.98元到2.11元不等 涨幅落在35.62%到44.52%之间 若以短程区间车进行试算 台北到板桥价格可能从现在的15元 最多可能涨到20元 而自强后板桥往台北 会从现在23元涨到31元 而民众感受最深的人是以长途为主 台北到高雄大字强好一次涨超过300元 票价将从现在843元涨到最多1145元 他的票价好像30年都没有调 所以真的是偏低了 他要去维持他的竞争力 他要维持他公司的永续经营 这个财务收入等等的 所以我是觉得减跑票价 调整票价我觉得是应该的 当然不是完全反应的 学者认为台铁今年已经公司化 不能像过去一样 盈亏责任都落在政府身上 票价的调整对公司化的台铁来说 才是正常化的经营模式 因为财务要自付盈亏 只是台铁票价究竟涨幅多少 何时上路 还是得经董事会交通部费率 审议会审查再报行政院核定 记者吴雅宇吴家宝特报道 彰化陷阱局前交通警察队 图信远警 前年误信网络投资 被诈骗了数百万元 但是他后来竟然加入了 诈骗集团当车手 从中获利 事发之后 图信远警被计两大过免职 也被依照诈欺等罪 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九个月 他就是曾经任职在彰化陷阱局 交通警察队的图信远警 执法者居然成为诈骗集团的成员 不仅提供账户 还担任取款车手 并从中获利 彰化陛院上个月二十五号一审 将证明图信远警 依九个诈欺取材罪 判处应该执行两年九个月徒刑 判决书指出 二零二二年 他因为投资虚拟货币 被诈骗数百万 后来不仅加入诈骗集团 提供四个账号作为人头账户 还担任车手取款 一共有九名被害人 招诈进了一百四十八万多元 而图信远警却只获得 一万七千元的报酬就被查获 检方侦查期间 图信远警还否认犯刑 宣称是账户被警示才知道 但其实自己就参与其中 张化地缘审理后 考量他与六名被害人达成和解 以诈欺取材等罪 判他一年两个月到一年七个月 不等的徒刑 合并因执行两年九个月 而张化警方也以声明表示 除了将图信远警以两大过敏值 也会加强落实考核 以及加强法治观念 记得林健身彭焕群 张化报道 上周立法院国防外交委员会 国民党立委徐巧新 针对我国透过捷克援助乌克兰仪式 和外交部长吴钊燮唇枪折 昨天徐巧新是进一步指控 外交部和捷克签署合作协助 重建乌克兰医疗照护系统被忘录 内容里面问题很多 但是外交部严厉谴责徐巧新 无中生有 强调双方合作透明公开 上周直询国民党立委徐巧新 当面问外交部长吴钊燮 有关我方和捷克共同援助乌克兰的内容 留下伏笔 而几天后 徐巧新指控 外交部去年十二月和捷克签署 合作协助重建乌克兰医疗照护系统 备忘录 未揭露总花费为一千万美元 当中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得用于采购台湾衣裁 也没说明招标方式 以及哪些厂商得标 而指定由捷克卫生科技院 执行的部分 徐巧新更认为 其人以逗 我们已经汇款了三百万元的美金 账户名称就是刚刚讲的那家公司 CHTI 所以不是进到捷克的政府 徐巧新点名 捷克卫生科技院的主持人 去年三月访台 随后就拿到我方大笔专案 并起抵对方是捷克当地的 衣材供应商 政商关系匪浅 指引外交部间接介入捷克的 在地政党政治 他是一个很大间的衣材厂商 捷克的政商关系是非常良好的 会不会他就转成是给他们捷克 当地国会议员的政治现金 这是我觉得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质疑 然被问及相关指控是否有直接证据 徐巧新指引该主持人的社群平台资料 佐证 这让外交部强力回籍 罕见直接点名徐巧新委员 推理逻辑的荒谬令人匪夷所思 无法接受 由捷克政府指定捷克卫生科技院 担任执行机构 受双方代表处的共同监督 但却被徐委员评工捏造 并污指为密约 影射图利司部门 其推理逻辑之荒谬令人匪夷所思 外交部强调台杰MOU依据条约缔解法规定 都有送交到立法院备查 一切依法办理 对于政治人物打击前线外交人员士气 更抹黑理念相同民主伙伴国家 予以强烈谴责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 国民党周围马文君 排定在五月十六号 率领蓝白立委赴太平岛视察 宣示主权 而蓝英立委陈永康没有登记参与 新旧政府交接前夕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 国民党赵伟马文君 排定五月十六号 率领蓝白立委赴太平岛视察 不过在国防委员会的蓝委 陈永康没有登记 引发关注 率团的马文君表示 主要是要宣示主权 视察工程 靠绕驻军 民进党立委吴思瑶 则批评 会让民主盟友误任台湾 替中国驻威 考察一下我们自己一些工程 还有慰绕我们当地的一些部队 还有宣示主权 立法委员应该也要去了解 我们固有之疆土 也不要把它换政治化 国民党此团 可能释放了错误的讯息 学者分析 立委考察太平岛 是过去就有的行程 例如2016年就有过朝野立委 一起到太平岛视察 加上南海局势持续紧张 外界不用过度联想 北京是北京 那台湾是台湾 那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真的不用去顾及北京怎么想 觉得该做的就去做 那如果觉得不应该做的 有省台湾的国家利益 那当然就不用去做 而面对中国持续在印太地区 扩张影响力 甚至胁迫台海 新任美军印太司令部 司令帕帕罗三号 在交接典礼致辞时 就直批中方用非法 胁迫挑衅及欺骗的行径 持续在印太区域扩权 从美方公布照片可以看到 我国参谋总长梅家树也获邀出席 学者认为这象征台美军事合作 高层交流持续密切 记者欧容 同朋友组台北报导 国防部公布四号一整天 争获七架次供机 五艘次供舰扰台 其中一架五人机 更是逾越海峡中线 进入西南空域 距离欧卵比大约五十三海里 国防部公布四号一整天 争获七架次供机 五艘次供舰 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 其中一架五人机 更逾越海峡中线 进入西南空域 距离欧卵比约五十三海里 面对供机越来越长青门踏户 压缩我防空预警时间 有学者建议 应尽速研拟军用航空法 让ADIZ法制化 苏子云指出 如果有军航法专法 能给军机更多优先权和空间 也有法议员可依询 而除了法令 也有新单位成立的风声 小型的无人坦克车 在崎岖不平的地形上 快速越野 或是让后勤卡车 作为中程超音速飞弹发射器 这些都是由美国国防高等 研究计划署DAPA主导研发 传出赖清德520就任总统之后 也将推动成立台版DAPA 强化创新国防科技及准备 川普总的萧美琴 日前就曾表达希望就此和美方加强交流 其实国防部2017年就曾规划防校 美国DAPA成立国防科技处 但当时各方意见不一 因而终止计划 现在有望重新启动 不过是在国安会下设立先进国防科技小组 或是在国防部成立国防科技处 甚至是一级单位国防科技发展室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开始出访欧洲三国 首阵是抵达了法国巴黎 这是习近平魁威五年再度出访欧洲 习近平稍后还将会访问塞尔维亚和匈牙利 希望能够借由此行和缓中欧关系 魁威五年再度访问欧洲 习近平搭机抵达巴黎奥利机场 法国由总理阿塔尔接机 今年是中法建交六十周年 习近平希望既由这趟出访 打破欧美联合抵制 缓和欧盟在电动车反补贴政策上的经贸紧张关系 习近平还投出法国媒体表示 中国期盼欧洲走日重回和平稳定 愿和法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一起找到解决危机的合理途径 不过抗应声浪也如影随形 有西藏人士在习近平车队行经的天桥上 高举布条上头写着自由西藏 独裁者习近平 你的时间到了 要求中国停止侵犯人权 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的招牌列车TGV高铁 推出了全新的列车和涂装 并且在日前在法国靠近瑞士边界的贝尔夫正式亮相 新款列车最快要在二零二五年才能够投入营运 以白色系为主的电动机车头 缓缓使出阿尔斯通的敞篷 法国国铁最新的高铁列车TGVM 以全新的外观正视亮相 当然新涂装的环保特色不是说说而已 而是有科学根据 法国国铁指出 经过这样的调整可以使新款列车的二氧化碳排放 减少32% 另外制造材料号称有97%可以回收再利用 加上浅色车身 强调与周边环境的融合 凸显TGVM的环保特色 TGV虽然是法国国铁的专属品牌 但法国政府向海外推销TGV高铁技术也不遗余力 除了西班牙 意大利 甚至横跨英法的欧洲之星 韩国高铁也采用TGV系统 TGV甚至还进居美国东岸 因此为了提升国际竞争力 新的TGVM列车也采用弹性的设计 可以随客户需求调整车内空间配置 TGVM的研发从2015年就起步 法国国铁于2018年下单采购115列新车 但生产延宕到2020年才开始 目前也只建造两列供测试用 因此2024年7月开幕的巴黎奥运 这第五代的TGV列车还无法投入营运 法国国铁指出最快要等到2025年 公事新闻徐家人编译 美国大学申源巴勒斯坦的校园示威仇 不断扩大 包括密西根大学 还有维基尼亚大学的抗议学生 都遭到了警方强势驱离 华尔街日报分析 这股示威仇恐怕会影响到 拜登的连任居录 把自行车举高 美国远警用自行车挡在抗议学生面前 将学生往外推 以哈冲突停火协议还没有结论 美国大学校园针对以哈冲突的抗议行为 却遍地开花 美国当地三号晚间 密西根大学艺术博物馆外 因为有抗议学生聚集 遭到两名远警以自行车驱赶人群 还拘留一名抗议人士 而4号当天 维基尼亚校园草坪 因为被数十名学生搭建帐篷占据 遭到警方强拆帐篷驱离 还逮捕多名抗议人士 根据美联社报道 由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延烧的 这股美国校园示威抗议潮 从4月中旬以来 已经有超过2000人被捕 这股抗议潮还逐渐延烧到 其他国家的大学 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与以色列政府的联盟 在美国社会中本来就充满争议 现在随着校园内的示威潮 杂营抗议之后 又出现了警方进入校园震报 让社会矛盾持续扩大 法老分析 美国将在11月进行总统大选 如今民调显示 拜登在30岁以下选民中的支持率 只剩下5成 比现年前的60亿还低 而年轻选票是拜登在2020年 总统大选中胜选的关键之一 如果这场校园示威潮持续扩大 将可能严重打击民主党内的团结 跟执政能力 而失去年轻人支持的拜登 势必会影响他的恋人心情 各位计划 直播 英国即将转移第一批非法移民 到非洲国家卢安达 当地除了已经盖好收容设施 民众也都乐观看待外来移民 但是卢安达人全记录堪忧 过去收容的难民 多数身处贫穷 把移民安置在卢安达 恐怕不会是最好的选择 一栋栋新盖好的建筑 床铺和沙发等家具齐全 随时准备好安置客人 非洲国家卢安达 最近成为欧洲国家转移非法移民的热门地点 尤其英国这个月刚通过卢安达法案 相关单位都加紧脚步 准备迎接合计可能高达五万人的移民 卢安达曾经历血腥的种族灭绝 如今境内族群和平共处 不仅政局相较周遭国家稳定 更有接受难民的经验 英国执政党就主张 卢安达属于安全第三国 适合转送非法移民到这里处理庇护审核 也承诺支付卢安达至少三点七亿英镑的发展基金 但卢安达反对党却指出 与过去直接收容来自战乱地区的难民不同 转送非法移民到第三国 几乎等同人口贩运 且卢安达长期由总统卡加米把持政权 这样的民主记录恐怕不利移民 卢安达目前收容了十三万难民 他们在卢安达享有工作权 可以做生意也能自由移动 尽管这种经济包容政策受到赞赏 实际上却有百分之九十三的难民 生活在难民营中 面临社会的歧视和偏见而陷入贫困 联合国因此强调 转移英国非法移民到卢安达 得考量到人权风险 英国的案例可能将促使德国和丹麦等国 与卢安达展开交涉 而第一批英国转移的非法移民 预计在两三个月后抵达 卢安达政府持续展现收容难民和非法移民的决心 公司新闻两页编译 这四月中澳洲发生两次持刀商人案后 这个月四后在澳洲西部城市博斯 再发生了持刀商人案件 一名十六岁少年持刀刺伤了陌生男子之后 想要再袭击远警 遭到开枪击毙 警方现阶段没有把这一起事件定调为恐怖攻击 停车场的地面上还有隐约的血迹 澳洲当第四号深夜 在西澳洲首府波斯发生一名十六岁少年 迟到上街随机攻击路人 立刻引发现场民众逃难 有目击者表示 先般在攻击路人前 曾经喊叫宗教的巨子 并且追赶路人 造成一名三十多岁男子的背被刺伤身打两公分 所幸没有生命危险 而警方获报之后也赶到现场 并且动用电击枪贺阻嫌犯 但嫌犯却转向攻击远警 嫌犯在送医后不治 由于警方曾经在犯案前一个多小时 曾经接获嫌犯的电话 表示要实施暴力犯案 每多久就接获民众报案 表示嫌犯在博斯郊区的停车场 吃刀追赶路人 这也是一个月以内 澳洲发生的第三起持刀随机攻击案 第一次发生在4月13号 定纯六人死亡 八人受伤 倒是嫌犯也是遭到警方击毙 而第二件则是涉及宗教极端主义的恐怖攻击 造成死人受伤 警方当场逮捕15岁的嫌犯 关系文陈顺秉一 花联长镌正重创地方观光 台中市长卢秀燕 宜兰县市长林芝庙 还有台东省长若庆林 以及嘉义市长黄敏惠 昨天是合体道乐花联带来捐款 并且承诺带团到花联旅游 以及协助行销在地农民客产 用行动力为花莲加油打起 因为我们刚好有一个 屡立县市长的一个联盟 第一个有钱出钱继续在募款 第二个我们也都讲说 我们会有一些团体 会号召会邀请进到花莲县来 希望能够振兴花莲的观光跟经济 第三个就是他们的货要出去 卢秀燕表示 921地震重创台中 现在是报恩的时刻 花莲重建是长时间的工作 强调四位女立县市长到花莲 力挺是第一波 之后各县市首长也会持续帮助花莲 女立县市长还会去拜会阵言法师 感谢慈悸在症灾之后 提供医疗物资以及心灵抚慰的协助 小男童凯凯遭到保姆虐死案 引发了社会讨论 到底社会安全网还能够如何补强 卫福部社家署就公布了最新版的保姆 访试指引 定定分级访试原则 对于全日拖夜拖还有特殊需求的 孩童会提升访试频率 每年至少有六次 也明定访试观察重点 包括辨别保姆的身心状况 以及孩童被不当对待的风险 留性保姆姐妹把一岁半小男童 凯凯虐待致死案 引发了全民对于托育安全的重视 卫福部日前公告了最新版的保姆 访试指引 采用分级访试 并提高全日托 夜托 特殊需求儿童等访试频率 更明确定定访试的观察重点 新版的保姆访指引 在类型上改为一般访试和加强访试 频率从每年至少四次提高到六次 初次收拖 收拖儿童一年以上 采用的是一般访试 而加强访试是全日夜托 或是有特殊需求的孩童 他们一年至少访试六次 与此同时 也明确列出了观察重点 还是要辨别保姆的身心状况 以及小孩被不当对待的可能情况等风险 一个访试员 要负责辅导访试为保姆 提升访试的次数 其实相应的就会增加访试员的工作量 应该也要抑制相应的资源 降低他们一些比较无谓的行政工作 增加访试辅导员的人力 去降低他们的访试比 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充分的在保姆家进行观察 政府团体肯定的新指引 是托育管理的重要里程碑 但也认为必须要设置配套措施 卫福部指出预估五月底 会对于居家托育服务中心的访试辅导员 来进行沟通训练 在着重环境和设备同时 加入观察孩童的生活状态 希望可以降低而虐的发生风险 记者曹燕俊秋福财 台北报道 台中车站有街有聚集 也堆制了不少的家当 但是有街有不满指出 过去台中市府每个月 只清除一两次的堆制物 但是近期是改为一天两次 而且是无预警清除 让街有人心惶惶 市府回应 正在沿逆场域管理维护要点 做好配套措施 提到最近市府 频繁来到台中火车站清除堆制物品 基友们又欺又无奈 有人说自己的家当 被无预警清了好几次 只剩下这种被子和几袋物品 批评简直是用霸道手段 不让他们有容身之处 不少搭火车的乘客表示 台中火车站的公共空间 经常被游民占用 不仅堆制个人物品 甚至聚集喝酒衍生卫生问题 市府除了订出场地使用公告 也将清除的频率提升到一天两次 引发街友不满 而民众也有不同看法 不少民众表示 确实感觉最近的环境有改善 而街友团体则认为 基于公共权益 有必要对街友堆制的物品 适当移除 但也忧心会有外扩效应 人安基金会表示 部分皆有因为有善心人士发放物资 以及不适应短期安置的团体生活 才选择长期待在火车站 而市府表示 除了会提供生活的照顾和就业协助 也会研议场域管理 维护要点等相关的配套 大学个人申请二阶段面试如火如荼进行当中 有部分的科系要求具备有师长推荐函 或者是列为审查内容 让部分家长就担心 推荐函会不会变成一种人脉竞赛 但是有教育团体和升学辅导机构认为 推荐函的本质是想要从第三方了解学生的学习表现 这和推荐人是谁其实并没有关系 放假期间 不少年轻人会和朋友约着出游逛逛 而对于高三生来说 近期的重点是大学个人申请的二阶段面试 而且有部分科系要求具备推荐函 所以学生们要找谁来推荐 必须要好好思考 可能要稍微挑一下 学生老师可能有 但是要看他们有没有资源 因为很多人都会找他的话 就会觉得他可能就没办法去找他 也不算是特别需要 举例而言 像台大医学系 化学系 阳明交大的福洛计划 屯蒙医学组 牙医组 都是要减负推荐函 台大管理学院也有科系 是开放自由检据 其他有助于审查的资料 有家长担心 如果有教授或是更大咖的专家推荐 会不会含金量 比高中教师的推荐还要高 如此一来 未来可能会演变成人脉竞赛 推荐函的目的跟性质就是 推荐这个学生 他在某方面他具有研究的潜力 比如说要医学系的话 就是生物学的时候 他表现得特别突出亮眼 不用一定要什么知名的医师 校长 他跟你不认识 他写的就会非常的空泛 就完全没有加分的效果 大学教授他们在看那个推荐函 并不是看他爸爸妈妈的关系有多好 比如说他想念医学系 他已经在学校里面有一些相关的表现 他跑去医院做志工 如果他可以找到医院志工 对队长帮他写推荐函 说他非常有爱心 医学系大概都六十几分 比的就是他要对待病人 或未来真的投入这个行业的一个人格特质 教育团体指出 找不熟悉的学者 通常会得到空泛的推荐函内容 对于审查没有好处 找对的人才是关键 也有大学教授指出 佩建函是想要从第三方的角度 了解学生的在校表现和建议 并非是审查的主要考量 请家长和学生放心 记者曹彦俊秋不财 台北报导 乳癌是我国女性后发癌症的第一名 一年新增超过一万五千名乳癌患者 而且有将近四成患者 因为乳癌治疗提早停经 还有大约一成六的患者 有骨质疏松的情形 站在舞台上 跟着大家一起合唱歌曲 她是七十一岁的白女士 四十九岁时曾经确诊乳癌 但接受治疗后已经痊愈 没料到留下骨松的隐忧 我觉得好像都没有 稍微走久一点都很酸 还有脊椎也不舒服 乳癌是我国女性后发癌症第一名 一年新增超过一万五千名乳癌的患者 日前乳癌防治基金会与罗东博爱医院 合作针对一千两百五十五位 固定于门诊追踪的康复患者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有近四成患者 因为乳癌治疗提早停经 百分之十六点七有骨质疏松 百分之十七点七有骨质流失 而近四成的康复患者中有骨松的相关症状 他的流失的速度又更快 所以他们就必然会有时候会有关节疼动 麻木背痛甚至于骨折 医师表示近年乳癌常见的化学治疗 及方腔环酶抑制剂等治疗方式 研究指出自然停经女性 每年骨质流失只有百分之一 但化学治疗导致病患提早停经的第一年内 骨质密度可减少百分之八 而方腔环酶抑制剂则 因降低身体磁激素的量 使得骨质流失而造成骨质疏松 在治疗后的第一年骨密度 约减少百分之二点五 医师表示由于骨质疏松 并没有任何的症状 是沉默了疾病 尤其女性停经后或乳癌患者 接受治疗后 骨质密度会快速流失 但并不自觉 因此建议可透过检查 了解骨质密度外 也得摄取钙质维生素D 美 并透过运动晒太阳 还要减少摄取高磷 高盐份食物多管齐下 预防骨质疏松 记者吴雅瑜吴家宝特别报道 宠物生病要看兽医的费用 比人类看病的费用还要昂贵 也让许多人难以负担 在澳洲最近就出现了 临时兽医诊所 每个月为街友的宠物 提供一次免费议诊 公园里的空地上 放着人工草皮盆栽 还有靠墙的遮雨棚 角落边还有一个大帐篷 是无家可归的 司徒雅特身边仅存 能够遮封避雨的住处 原本他还有一只狗陪伴 却因为狗有暴力倾向 半年前不得不将狗狗安乐死 让司徒雅特到现在依旧很想念自己的狗 想宠物最怕宠物生病 看兽医的费用比人类看病的费用要昂贵许多 也让许多人难以负担 特别是连住处都没有的人 几乎无法负担这笔费用 澳洲塔斯玛尼亚州 就有临时的受益诊所 为街友的宠物 每个月提供一次免费的诊疗服务 协助街友解决宠物的生病问题 而每个月的免费诊疗需求 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根据澳洲最新的人口普查显示 平均每晚有12万人无家可归 其中有10%的人有饲养宠物 对生活在街道上的街友来说 照顾宠物的生活成本 虽然让他们的生活更加艰困 但他们与宠物的关系与互动 却是他们心灵的重要支柱 同样照顾动物的组织 还有美国维吉尼亚州的 野生动物收容中心 最近收容了一只 才出生不到一天的小红狐孤儿 而为了避免小狐狸的行为模式 受到人类影响 中心的职员 带上了狐狸妈妈的头套 照顾小狐狸 预计未来在小狐狸 能够独立生活时 能够成功将它也放回 大自然生活 各位新闻听说 变译 加州议会日前提出了 一项新法案 要求房东不得定定 禁养宠物的规范 也不得额外收取费用 在公园里和狗狗享受 欢乐的时光 现在有越来越多人会养宠物 但带着宠物租屋 却经常四处碰壁 因为许多房东担心房子被破坏 不是禁止租客养宠物 就是订出许多规范 让租客得负担高额费用 为了让养毛孩的租客 能顺利找到一个家 美国加州议会众议员提出一项法案 要求房东接受租客的宠物 编号AB2216的法案 由民主党议员哈尼提出 内容包括批准租屋申请前 房东不能询问是否养宠物 但申请人得在前三天通知房东 而且房东也不得要求房客 支付额外租金或押金 除非有合理的理由 例如健康因素 房东才能拒绝房客养宠物 调查发现全美有三分之二的家庭养宠物 但百分之七十二的租屋组表示 很难找到合适的房子 有人支持此法案 也有房东反对 认为宠物可能损坏财产 而且限制房东回避这种额外风险的自由 还禁止收取宠物押金 让房东的处境非常不利 这项法案四月初 由加州众议院委员会提出 如果表决通过将提交参议院进行批准 都是新闻这位人编译 春天大地苏醒百花齐放的季节 英国的森林和庄园布道 这个时候都会被盛开的蓝菱花所覆盖 数量位居全球之冠 而蓝菱花不仅是英国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一环 也是英国人爱护自然和环境的最佳体现 英格兰中部彼得伯勒的这处林地 每年的四到五月 如梦似幻的蓝菱花 都会准时地来报道 地表犹如铺上了一层蓝地毯般的壮观 空气中更是弥漫着一股强烈独特的香甜味 蓝菱花是一种野生植物 普遍生长于西欧地区的森林 是寿粉昆虫如蜜蜂蝴蝶果符的重要食物来源 全世界过半的蓝菱花都生长在英国 英国的历史文化保护机构国家信托 就将蓝菱花称之为非正式的国花 不能想见它有多受人喜爱 甚至还衍生出许多民间传说与童话 特别是和仙女巫婆有关 谣传如果听到蓝菱花的铃声 那就是死亡的预兆 或是走进花丛就会被仙女给迷住 还一说巫婆的迷魂药里就放有蓝菱花 零零种种加起来 结论就是要大家不要随便栽採 也不要走进花丛里践踏 这种植物光是从种子长到开花 就要花五到七年的时间 受损的植株更是要花十到十二年的时间 才能复原 这因为如此许多蓝菱花林地的步道 都会树立提醒民众不要走进花丛的告示牌 也警告大众不要再采花猪 否则将会被开罚 公事新闻王惠文编译 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各地的天气预报资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带你来看的是 今天的空气品质指标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事早安新闻 我是朱凤志 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